大家好 我是陈岳 全球热点深度追踪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中美竞争从贸易到科技 中美科技竞争从5G到西土 从地球到外太空 全方位多角度无死角 科技实力将决定成败与否 因此呢 无论是中美两国还是其他各个国家 都希望在未来科技领域能够有一席之地 中国近些年来 卫星发射次数是越来越多 各种不同类型 不同功能的卫星也是越来越多 最近有消息指出 中国拥有一颗名为北京三号的卫星 号称是史上最强大的地球观测卫星 其性能强大到可以在42秒内 把美国整个旧金山都拍摄一遍 那另外呢 不久前 美国亚洲探索公司 SpaceX的星链卫星 两度非法靠近中国空间站仪式 中国已经向联合国提交召会 而现在更有消息指出 星链卫星被爆涉嫌约 1600起类似的靠近世界 星链这么玩下去 美国和马斯克 这是想要独霸宇宙空间吗 除了在太空科技上 中美之间的竞争 中国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美国一直是虎视眈眈 希望能够取代中国的制造业 同时宣称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并为美国的工人们创造就业机会 而中国在制造业上 也在不断的加码转型 希望能够在未来成为高科技制造的最大玩家 麦康熙今年的报告指出 中国先进制造 灯塔企业领跑全球 德国媒体更是指出 中国制造科技化速度非常惊人 欧盟必须向中国学习 否则可能会落后 我们今天就来针对以上这些议题 和大家做深入的探讨 低轨道卫星最近成为国际关注的热门话题 中国刚刚披露 美国星链卫星两次靠近中国空间站 外界对于美国星链卫星的动机也是猜测纷纷 香港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报道 又引起多方的关注 根据南华早报12月28日的报道 中国小型商业卫星北京三号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地球观测卫星之一 它在500公里的轨道上 仅用42秒就拍下了整个旧金山市中心 那么大概呢3800平方公里的图像 报道指出北京三号小型商业卫星 在6月发射之后 在测试时期旧金山湾区 约3800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 进行一次深度扫描 这些影像从500公里的轨道上进行拍摄 分辨率约每像素50厘米 该图像足够清晰 可以识别街上的军车 并且判断出这些军车可能携带 何种类型的武器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的项目总负责人 杨芳带领的研究团队 在航天气工程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指出 中国在敏捷卫星技术上起步相对较晚 但却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便获得了许多重大的突破 那么于似乎他们强调 这些技术水准已经达到世界领先地位 俄罗斯卫星网12月28日引用该报道指出 尽管北京三号体积较小 成本较低 但它是最为灵活的卫星 而且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地球观测卫星之一 特别是它的反应速度比美国所开发的采用类似技术的全球最先进观测卫星之一 Wordwell-4 那么快两倍到三倍 扫描带比它宽77% 但是重量只有它的一半 那么此外呢 报道还表示 通常大多数地球观测卫星在拍摄图像时必须保持稳定 否则会产生使图像模糊的震动 而且呢较低轨道上的卫星只能观测到下方的窄长区域 因此必须多次环绕地球或与其他卫星一起工作 才能够覆盖所谓感兴趣的区域 而北京三号则是以每秒10倍的速度旋转着拍摄到旧金山的这些高精度照片 这种模式呢 可以让它改变机载相机对地面的视角 进而拍摄更大范围的地面信息 此外 北京三号卫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自行规划飞行的路线 可以在一天里来回近100次 以监测全球多达500个值得关注的地区 此外呢 它还能够侦测某些目标的出现 并将相关的照片传回地面指挥中心 根据公开的报道 北京三号卫星6月11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载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升空 它是一颗高性能新型光学摇杆卫星 采用大量的创新技术 也将有效的提升中国高分辨摇杆卫星数据供给能力 根据介绍 北京三号搭载了全色多光谱像的这个双相机 那么可获取全色0.5米多光谱2米分辨率的卫星图像 实现超高敏捷超高稳定超高精度的观测能力 同时还采用了智能任务规划 智能图像处理和智能复合控制的技术 那么这些创新技术使得北京三号卫星不仅具有强大的图像获取能力 同时还能够提供独特的成像模式 那么开一句玩笑来说呢 如果北京三号的工程师们希望这个北京三号 它在整个成像模式上具有强大的美颜功能呢 我想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一定是世界独步 美国人肯定是跟不上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那么北京三号卫星这个型号的总师杨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比如说它能够沿着河流公路等等任意航迹主动推扫成像 这样一次过境可以获得长江全流域的高清图像 也可以进行快速多角度成像 全方位的获得地面上的这个物体的三维的地体信息 北京三号卫星将于载轨运行的北京二号摇杆卫星星座系统 进行协同工作也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国家重大需求 也包括北京冬奥会雄安新区等等重大工程建设和经经济协同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研制和发射北京三号卫星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南华早报将其拍摄的卫星照片与特殊的成像模式和军事用途放在一起来进行描述 无论是所谓的识别地面军车还是反复监测地面敏感目标 当然会存在单一军事解读的嫌疑 因为毕竟现在的科技发展 无论是一些民用科技军用科技 一或是说宇宙探索深海探索等等 甚至北极南极的探索科考等等 相关的技术成果 你当然可以有非常多的这个民用领域 你也可以对某些技术的实现呢 进行军事化的解读 关键看你最终用在何处 可能呢这样的报道呢 当然有可能会诱导这个读者呢 在中国研制小卫星用于军事用途等等 这个方向呢去联想 毕竟我们必须要看到 在不久之前呢 那么中国也进行了卫星的一些这个落地的一些试验 那么相关的这些试验呢 我们也看到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不断炒作 所谓中国高超音速5G啊等等不得了啦 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呢 都写的是活灵活现仿佛中国是宇宙第一 那么美国方面呢 在需要中国威胁的时候呢 就把中国说的强大无比 于是乎就可以在美国的国会争取到非常多的预算 为自己的军种啊 空军呢也是这么说 陆军呢就说中国的陆军不得了啦世界第一 空军呢就说中国的空军不得了啦世界第一 对吧海军呢也是同样的表述 反正呢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呢 真真假假对吧 虚虚实实啊 有的时候西方媒体一报道 哇中国强大的不行啊等等 我们呢要想一想 哎他是不是又要开始争取预算了 对吧是不是又开始去抢钱了啊 这个抢呢当然打上双引号啊 那么美国呢就是去不断的渲染他的敌人 然后借此呢向国会来要钱啊 这里呢你可以说是抢 也可以说是争取预算 那么另外呢有的时候呢 当需要把中国说的一文不止的时候呢 你看在西方媒体上就会说 哎呀中国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哪哪都不行 对吧 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呢 看到很多报道呢 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不可不信也不可偏信啊 那么多看看 自然呢有养成一种独立思考 这样呢会比较的客观 我们也必须看到呢 北京三号卫星和我们之前所谈及的啊 引起全网轰动的所谓啊 SpaceX啊 它的星链卫星 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 那么这样一件事情呢 都是运行在500公里左右的轨道高度 那么同样属于低轨道卫星 虽然当前美国SpaceX公司宣称 星链卫星只是用于提供网络服务 但是以该卫星为平台 通过更换载荷就能够方便快捷的转化为其他用途 包括光学和雷达成像卫星 实际上无论是北京三号 还是啊 这个之前所报道的 美国的 我的卫有钢负这样一款卫星 那么都显示新型先进光学相机 足以安装在这里小新卫星平台之上 正如专家警告所言 一旦星链卫星更换光学观测载荷 那么凭借庞大的载轨数量 它可以保证全球主要地区的每个时间段 我们上这个天空中外太空的方向 都有几颗美国卫星的飞过 让美国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光学监控 这恐怕才是真正的威胁 那么SpaceX卫星呢 实际上就是马斯克的星链 它本身也拿到美国政府 美国军方啊 甚至美国的太空总署一系列的 这个美国军事国家安全组织的经费支持 而且美国在外太空相关的 各种以前为政府工作的科学家 现在都在SpaceX公司 而且SpaceX的公司呢 还对外宣称 未来呢会发射好几万颗这样的小卫星 那么你相信所有的SpaceX这些卫星 仅仅用于服务于人类的通信功能吗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美国政府 美国军方 美国的NASA等等一系列 关于外太空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应用呢 所以这一点呢 我认为防人之心不可无 那么最近呢 联合国外太空这个事务厅的网站披露 中国空间站两次实施紧急避撞 我们呢在之前节目中 前几天给做过详细的介绍 那当然现在又有一些新的解读 这样的这个避免碰撞的相关措施 自然啊 这个是由于SpaceX公司 就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星链卫星所引发的 于是乎不少网友对SpaceX 及其创始人马斯克 可谓大肆占用太空资源的行为 感到相当的不满 多家外国媒体也关注到此事 路透社报道指出 由中国网友吐槽SpaceX制造太空垃圾 马斯克被猛烈喷击 包括卫报独立报金融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 以及半岛电视台等等媒体也引述了类似内容 进行了报道此事 那么毕竟是SpaceX的星链跑到中国空间站旁边来 对吧这个事情呢来龙去脉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你想甩锅中国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根据星链的计划 SpaceX预计将向太空发射4.2万颗卫星 目前已经发射了1900颗 该计划自启动之初就被太空专家担忧 会增加卫星碰撞的风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2月28日也回应 他指出呢可以负责任的向大家证实 2021年的7月和10月份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 先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 在此期间中国航天员正在空间站内 执行航天任务 出于安全考虑 中国空间站采取紧急避碰措施 那么这显然是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正式声明 也证明了此事 12月27日 中国航天专家黄志成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设施的SpaceX星链卫星 曾经在紧急避撞事件当中进行降轨 目的可能是为了增强卫星星座 在局部地区的通信性能 黄志成也猜测 美国可能通过两起紧急避碰事件 探测中国的太空感知能力 那么测试中国是否能准确掌握他们的行动 黄志成认为SpaceX公司组建了密集卫星网络 毫无疑问会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器造成威胁 美国哈佛史密松森天体物理中心 天体物理学家迈克·道威尔则告诉法新社 随着近地轨道的卫星等物体数量越来越多 那里会更加频繁的出现物体规避的情况 迈克·道威尔也指出 自从SpaceX展开星链卫星部署工作之后 物体接近另一个物体的次数的确是有所增加 并且警告如果空间站与另一个物体相碰撞 那么整个空间站可以说是将会遭受完全的被摧毁 空间站内的航天员们届时也可能会无意生缓 那么情况是非常严重 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团12月3号 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普通会照会 那么指明了SpaceX星链卫星 在前面我们所谈及的7月10月两起的接近时间 而中国空间站自然呢做了相应的动作 那么这个事实还是要在国际场合当中要进行这个提交 毕竟呢中美两国都是签署相关的宇宙空间 使用的一些国际条约 那么既然签了 那美国呢就应该去遵守 SpaceX的星链2305卫星机动策略未知 且无法评估轨道误差 于是乎呢存在空间站碰撞风险 另外呢根据统计 星链卫星已经涉及大约1600起此类的航天器接近事件 占到所有航天器此类接近事件的一半 那么我们看到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学中心的科学家 迈克·道威尔收集数据之后呢 就发现两次近距离接触当中 星链一次没有调整过轨道 另一次则进行了微小的躲避 早在2019年星链卫星就差点撞上 欧洲航天局的分神地球观测卫星 SpaceX引以为傲的自动臂撞技术 当时似乎也没起什么作用 如今呢星链卫星已经涉及 1600起如此之多的航天器接近事件 那么这种情况呢必须要说 无论是美国政府官方还是美国的空间相关的科学家 亦或者当事者SpaceX这个主体方面呢 应该对此事要有态度 要拿去措施 拿起一些这个整改的办法 不能够任由这样的事情发生 毕竟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另外我们看到南安普顿大学航天研究小组组长刘一斯 在今年8月份对SpaceX网站就指出 星链卫星每个星期涉及大概1600起航天器接近事件 大家注意这个新的研究是每个星期 除去星链卫星彼此之间的接近 这1600次当中有500次都是星链卫星和其他航天器之间的接近 甚至包括二者在小于一公里距离之内进行飞过的情况 大家要知道一公里在我们平时 对吧 地球上觉得走路十几分钟 差不多这个速度吧 或者是十分钟左右吧 那么如果是在宇宙当中 这些飞行器速度极快的情况下 那一公里简直就是对吧 眨眼间的功夫就过去了 而且如此之快的速度之间进行碰撞 就像我们知道开车 如果是速度是十公里每小时 二十公里每小时 对吧 很慢的速度碰上去 那么造成的这个伤害呢 是相对比较小的 速度本身和伤害结果呢 是有极大的关系 那么空间的这些星体呢 这些卫星呢 都是速度极快 那么任何的一个擦撞呢 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军事专家指出呢 星链在军事上的应用潜力巨大 可以与美国军方配合监测 其他国家的高超音速武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 也证实了我们下面所谈及的 这一次碰撞事故 并且表示 美国口口声称 宣称所谓负责任的外空行为概念 自己却无视外空国际条约义务 对航天员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除了在太空科技之上 那么中美之间的竞争呢 中国作为全世界最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那么中美竞争可谓呢 在地球上在制造业方方面面都存在 美国自然希望 特别是从特朗普上台之后 不断宣称对吧 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到了现在的拜登政府 依旧在这个做类似的事情 希望重振美国制造 而且呢不断进行加码 中国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够在未来成为高科技制造的最大玩家 那么麦肯锡今年的报告指出 中国先进制造灯塔企业领跑全球 在近期举行的2021年 世界机器人大会新趋势主题报告会上 麦肯锡资称专家 何文浩以灯塔照耀先进自动化点亮未来制造为主题介绍说 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共同合作 在全球范围数千个企业当中寻求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先者 并将领先者称为灯塔 截至今年的3月份 全球共69家灯塔企业 他指出从地域行业和规模维度等等方面 那么一起勾勒了一幅全球灯塔企业的画面 从国家地域来看 中国的先进灯塔企业领先全球 有21家灯塔企业 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从灯塔企业在全球其他国家的分布情况来看 美国有7家 德国有4家 法国有3家 印度有3家 另外呢 相对于其他国家 中国灯塔企业的候选资源非常丰富 而且质量越来越高 从国内地域来看 中国21家灯塔企业半数以上 集中在江苏 山东 广东三省 其中江苏6家最多 山东和广东分别有3家 从行业角度来看 中国半数灯塔企业 来自半导体和电子医疗器械等等 包括汽车和零部件 机械制造等等 这些先进制造企业的数字化程度高 不仅转型早 而且转型的意愿也极其强烈 从中国灯塔企业年收入的规模来看 12%的企业在100亿美元以上 47%的企业在1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 26%的企业在1亿到10亿美元之间 15%的企业在1亿美元以下 而且呢 都是各行各业的头部企业 麦根锡在对全球15个国家 9大行业的机器人用户进行问卷调查之后发现 新冠疫情爆发前后 用户买入自动化机器人的驱动因素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那么同时呢 在疫情之前 投资者主要考虑投资回报和高性价比的自动化方案 希望能够降低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 同时提高生产效率 提升质量 增强自动化能力 降低自动化成本 疫情爆发之后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成本导向和风险导向的变化 致力于打造更为有韧性的运营体系 以期待能够从容的应对下一次所谓黑天鹅也罢 亦或者灰犀牛事件 无人接触黑灯工厂等等概念 已经成为企业的首选 取代了以前的质量和其他因素 那么这些企业呢 也表明更愿意对智能化和数字化赋能的相关自动化 提供更多的投入 以其减少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冲击 行业有望实现从低成本的自动化 向物联网赋能 高智能赋能 设备间协同的自动化转变 对于疫情之后 机器人市场的需求 前面我们看到呢 一些这个分析指出呢 也有一些调查报告谈到 77%的受访者认为 未来三年自动化的增长会超过10% 其中47%的受访者甚至认为 有可能会超过20%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的统计 2016年到2019年 全球工业机器人万人保有量从74台增加到113台 分国家来看 中国从63台增加到187台增长了近两倍 美国从189台增长到了228台 德国从309台增长到346台 日本则从303台增长到364台 韩国则从631台增长到855台 灯塔企业表现尤为突出 那么其工业机器人万人保有量已经超过1000台 是全球水平的10倍 机器人创新的原动力从何而来呢 那么分析指出 第一是市场拉动 另外呢是内部的驱动 还有科技的推动 总体来说 灯塔之旅是始于灯塔 但绝对不止于灯塔 那么大家都期待 更多的制造业类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 成为行业的灯塔 也期待更多的技术供应商探索未知 成为技术的灯塔 不同的灯塔汇聚在一起 点亮了中国智能制造未来的发展期待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德国媒体呢 也发文指出 中国制造科技化速度非常惊人 欧盟必须向中国学习 否则可能会落后 12月20日 胡瑞研究院发布了2021年 全球独角兽排行榜 中国的包括像互联网科技企业等等 字节跳动蚂蚁集团 菜鸟网络等等 这些企业分别进入全球独角兽的前十 而这背后更彰显出一个惊人的数据呢 就是中国价值创造的速度非常快 平均只要8年的时间就能够创造 达到10亿美元的估值 那么对此呢 德国媒体就发出警告 中国科技价值成长速度惊人 欧洲必须去学习中国市场 否则呢可能会落后 但问题是中国有着广大的市场 创造价值速度快并不意外 那么为什么德国媒体会发出这样的警告呢 因为这背后透露出中国的一个强大的市场整合能力 中国因为历史原因发展较晚 因此在科技和市场发掘上 追赶西方呢 实际上是这个所谓后来者 那么有其优势也有其相对落后的地方 西方国家很多时候呢 对关键科技是以一种垄断的姿态 在世界上呢这个出现 那么利用科技入住中国市场 毫不费力的就拿走大量的中国市场利润 此外西方还有一个有利的武器 那就是资本 中国市场发展较晚 国内资本呢也相对较弱 无论从市场经验还是资本量来说 都不足以抗衡西方资本 事实上就在十多年前 西方资本都曾故意破坏中国某些民生产业 试图借此入住并控制中国部分市场 那么有什么办法进行反制呢 当然那就是以市场抗衡技术垄断 其实以市场对抗垄断 还真不是中国的首创 而是主要来自西方 70年代 石油输出国组织仗着垄断产油权 掌握了对世界石油市场的话语权 后来美国想了个办法 就是整合整个西方的石油市场 抗衡石油输出国组织 当时西方市场是全球最大的最核心的石油市场 如果整个市场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立的话 那么石油输出国组织就算把控产油权 也没有办法将石油推向市场 面对这份压力 石油输出国组织只好向美国低头 而中国其实也是这么做 但是和美国不同 中国除了在能源和诸如稀土之类战略资源方面以外 其他产业都是由民间企业自发成长 因为中国有着良好的营商环境 尤其体现在互联网等科技行业 互联网市场广大 企业具有极高的成长性 造福能力也比较强 而国家则负责监管各个行业 防止出现垄断或者其他的违法乱纪 破坏市场稳定的事情 维护行业健全发展 随着多年的积累和底蕴 国内市场就成长了足以抗衡西方的水平 加上中国是目前全球潜力最大的市场 各国都想来分得一杯羹 中国就可以借市场与西方进行溢价 西方可以进来赚钱 但是不要妄图完全控制中国市场 左右甚至破坏中国的经济 而且还要付出一定的本钱 比如技术等等方面 供中国进行吸收 这一点呢令西方国家深恶痛绝 美国从前国务卿希拉里 到商务部长雷明多 和贸易代表戴琪都曾经公开污蔑 中国政府所谓资助企业等等 一系列的说法 让中国商品在国际上具备低价优势 那么战胜西方制造等等 但是呢真相绝非如此 这一点中国驻欧盟大使张明 还特意澄清过 中国政府虽然有很多立国立民的扶持措施 但并没有有意资助很多民间企业 在国际上搞什么价格战 中国制造之所以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核心原因在于中国整合市场能力 那么有效控制成本 并以此来和西方进行竞争 现在德国媒体呢 正式发现了这一关键要素 试图以相同的方式来对抗中国 在国际贸易市场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但是这一点恐怕也是很难做到 因为西方属于资本主义社会 行业野蛮发展 盘根错节根本不具备整合条件 在此情况之下 他们无法来所谓和中国商品的中国民企业 进行直接的对抗 那么这也是其体制性劣势所在 所以欧洲甚至美国只能够默默接受 被中国不断发展赶超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当前呢美国和西方经过数百年的科技积累 可以说呢他们手中也握着不少最先进的科技 同时在发展科学技术 还有呢这个基础科研方面呢 特别是他的人才培养啊 这个研揽全球的科学家啊 这个最聪明的人等等这些方面吧 应该说还是有他行之有效的机制 那么有他的这个方法 那么这些方面呢也是值得中国学习 当然中国呢也在按照自己的道路 那么进行加速的追赶 甚至可以说通过美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 反而打出了中国的自信 很多时候美国的供应链科技围堵 伤及中国的同时 那么也会发现美国并没有跑到什么便宜 就拿中国最拿手的无人机来说 美国媒体也承认 分杀中国的无人机也让美国非常受伤 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此前的报道 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限制机构使用中国制造的小型无人机 这使得包括美国国内的像比如说灭火呀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在全美范围之内 以一种这个过去比较方便的方式使用中国无人机 但现在呢这些任务都变得比较困难 美国内政部在2019年的10月首次宣布 出于网络安全考虑 它将暂停使用所有中国制造 或利用来自中国零部件所制造的无人机 在去年的1月份 美国内政部下令战时停飞其拥有的800架无人机 从那时起 美国政府的新的立法 包括实施进一步限制措施 令此内无人机系统的未来 而它的可用性呢受到很大的怀疑 利用无人机从事关于灭火呀 执法呀 交通安全呀 野生动物保护等等 那么这样的活动呢 实际上本来是被认为具有开创性的 那么而且呢 无论是其在优化任务能力 或者是在保护 可能受到伤害的人员生命方面 都有很大的帮助 包括美国联邦州政府和地方机构 最为广泛使用的机型 就是中国的深圳的大疆创新所生产的无人机 那么这家公司呢 是中国和全球最大的 也是最受欢迎的无人机制造商之一 报道就指出对于这种曾经广受赞誉的系统的使用 转变发生在特朗普政府期间 但现在尽管拜登政府执政了一年 特朗普关于中国的这种啊 限制使用的遗产 仍然以很多方式继续存在 大疆企业传播总监 利斯贝格指出 大疆产品的开发符合美国内政部的规范 并且已经受到美国政府内部和外部网络安全专家的反复验证 利斯伯格指出 美国内政部自己承认其认识到限制政府使用此类系统会增加风险 这种风险可能会导致付出生命及财产的代价 因为美国国内企业生产的无人机在能力和费用方面 尚无法匹敌大疆无人机 那么利斯贝格还指出 内政部说无法便捷的获得大疆 这个政府版本的无人机损害了其执行重要任务的能力 也使得更多的美国土地容易受到山火的影响 并且增加了前线灭火消防员和其他人员 可能面对的生死攸关的风险 报道就指出 美国内政部私下和公开都表达了 对无法获得大量中国无人机的担忧 尤其是那些能够从事名为空中点火行动的无人机 即主动放火以阻止山火蔓延 那么借助于大疆无人机 消防员利用所谓的火焰嵌入无人机系统 该系统携带装有化学溶液的乒乓球大小的球体 通过远程遥控激活 每个有效载荷可点燃最多30公顷的土地 一份2020年5月21日的美国内政部备忘录指出 目前没有美国国内的生产无人机 能够集成无人机此类系统 该文件还认为 为美国内政部扩展这种兼容能力非常重要 因为另一种选择是在极其危险的飞行条件下 使用有人驾驶的飞机 那自然风险就比较高 在过去的16年里这种飞行条件已经夺去了很多人员的生命 通过这种有人驾驶飞机实施所谓空中点火 会导致没有时间 供出现错误及故障时期 安全的进行有效控制着陆 而且如果不使用无人机也无法在夜间及迷雾 弥漫的这个条件下执行此类任务 报道还指出 其他机构也私下表达了担忧 一份日期为2019年10月份的美国地质调查局备忘录 是在美国内政部首次要求其与中国有关的无人机停止服务之后不久发布的 备忘录指出 如果不使用他们在过去12年购买的无人机 就不可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其中包括对保护生命和生计至关重要的时间敏感项目 比如说防洪啊 栖息地保护啊 农业项目等等 其他一些文件呢 还写出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 那么也有类似的这个态度 那么指出呢 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无人机项目的停飞 对各地区各项目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并且指出其中一些行动具有时间的敏感性 那么威胁到濒临物种或当前的栖息地条件等等 报道还指出 一些人认为大疆无人机构成的威胁被夸大了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无人机研究人员指出 现有的能力差距意味着应急人员很难执行 只在预防灾难发生的任务 所以说做买卖呢 应该说是相互的 美国这样针对中国的产品到头来 还是自己呢 也讨不到多少的便宜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